哪有漢堡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它就很清楚要走這個美式的 換句話說哪有漢堡它是一個美式的休閒的餐廳 對這個早餐市場來講的話 我們哪有漢堡算是一個比較創新的 針對這個早午餐的市場 以它的像就是不斷進步的一個風格跟品牌 把這個早午餐這個美式餐廳這樣子一個休閒的形態 給它提升起來的 在台灣它是早午餐 它其實不是所謂以餐廳的方式呈現 那這邊有命文認定了 所以說我們的名字叫做 拉雅漢堡經典餐廳 經典餐廳這一定是很大一餐 餐廳的話它就應該是全天候的供應 那餐廳最大一個形態 尤其美式的 以上海這樣的一個未來消費的需求 跟它的各方面來講的提升 那它在這個人流跟聚集上面來講的話 未來會更大的是在意 就是下班以後的這種聚餐甚至到很晚 這是它的形態 所以目前來講在上海早餐的市場來講的話 它不是很成熟 因為早餐基本上消費還是以中式餐點為最主要 這是來這邊 我們做過深入飼料 我發現必須要先這樣子一個方式 是比較好的經營方式 其實大家在常講都是黃面孔 同恩同種 其實差異性還蠻大的 那差異性來自於三方面 第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跟在地的同仁的一個溝通 我印象還蠻深刻的 像說我們為員工磨取福利 這邊不叫做磨取福利 叫做奪取福利 所以這種措辭跟含義差異性很大 那這一塊的話來講的話 其實再多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講再多就是深教終於演教了 第二個講義就是幹部的培訓 所以說現在我們在就是把SOP這一塊要建立到非常非常仔細 因為這邊整體的這個從業人員的想法跟台灣當然還是有一個程度的差異性 像我們在台灣很多事情講的它可能就可以舉一反三 那在這邊可能就沒有辦法 所以說它的SOP的細定度會比在台灣更要細一點 那第三個部分當然就是所謂的媒體的運用 那這邊其實來這邊還真的還蠻訝異的 就是說這邊的聯機器人在運用這個智慧型手機是比在台灣我看到還用得更充分 也換句話說這個手機的這個平台 媒體的平台跟網路 我們要很清楚它是他們是常用哪一些 我們要去了解利用這樣一個平台去操作 相較以前已經開放了很多了 我想大概這三個區塊都是我們來這邊會碰到的 需要面臨的挑戰跟要去克服的部分 我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你要遇強者強 如果我們一開始選擇二級城市的話 可能會認為說就是可能業態就是這樣子的 會想選擇上海我們心中也很清楚 也換句話說它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如果上海我們能夠做得很好的話 那其他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他選擇上海不是這樣一個原因的考量 所以我們應該達一個大的導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